电影中的外星人战斗里排行 第一等级超神梯队 这个等级的外星人力量堪比遭物主 比如在黑衣人中 那个把宇宙当作玻璃球来玩的外星人 力量根本不是人类能够想象的 由于能力过于逆天 此级别在电影中较少出现 且多是以幕后黑手的形象存在 第二级半神梯队 代表人物超人灭霸等等 他们的力量同样是凡人难以企及 可以在宇宙中自由穿梭 一拳打抱宇宙飞船等等等等 此级别多是在超级英雄系列中出现 毕竟人类难以抵抗 只能让他们神仙打架 第三级战争机器梯队 这个级别的外星人战斗力很强 都以侵略的目的出现 人类难以抵抗 但却都有着致命的弱点 比如世界大战中的外星人 竟然死于地球上的细菌 独立日中的外星人扮于电脑病毒 火星人玩穿地球中的外星人 害怕听到音乐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要是一点弱点都没有 人类可就没得玩了 第四级战斗大师体队 这个级别是我们最常见的 无论是象征着残忍猎手的铁血战士 还是可以使用光剑的优大大师 他们或者是科技 或者是体能 或者是战斗技巧 都超过地球人很多倍 但并非不可战胜 这个级别也是最百搭的外星人 无论是恐怖题材 纯科幻题材 甚至是喜剧题材都可以使用 第五级菜鸡体队 代表人物 第九区里被人类关进平民区的大虾 又或者是疯狂的外星人中 丢了头环后 被当成猴耍 苦练金箱锁猴 花样灯自行车 最后被扔进酒瓶子里 抛药酒的外星人齐卡 他们的个体能力极其若击 失去了科技装备后 根本打不过成年人类 上抖音西瓜头条 搜索疯狂的外星人 春节当电影 线上免费观看